新北市長參選人蘇貞昌首先來到里長聯誼會現場 看到里長們一一握手寒暄 他說見到老朋友真是高興 當年他擔任縣長時 就與里長和公所同仁共同的打拼 尤其是像三峽這個地方 有高山又有溪流 要從事建設不容易 所以縣長任內他設置了里辦公室的工作經費 協助地方建設 而他也希望這次能順利當選 可以再度與公所同仁及里長成為同事 共同打拼 而由市議員到市長 再到區公所及各里辦公室 一陣線為三峽里民服務 好好的讓這些議員能夠當選 讓我們一起 從市政府議會公所 一直到里辦公室 我們連成一線 聽見民意 看見效力 讓新新北更好 而蘇貞昌離開之後 緊接著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 也來到了會場 他感謝里長與公所同仁的奉獻 和各界的協助 讓三峽能陸續展現建設成果 希望能有機會與大家 再為地方建設盡心力 我熟悉達人快的精神變成 來三峽北大安出境的進場 來看來國民運動攻勢 來看來302橋 甚至301大橋的改建 侯友宜指出 他是事務官出身 能體會里長為里民奉獻的精神 尤其是選舉到了 外界批評有人 共用行政資源為他輔選 他則是為公務人員趕到教區 尤其剛才到選舉的旗艦 有時候真的配你們教育區 我今天來 我在想說 剛才剛才你們 有人說 還利用行政資源在輔儉 其實你們是在做抗批評 一切就是為市民的努力 在擋平 西北市長參選人請保七層 結合市議員參選人 共同尋求地方的支持 故莊榜莊 為激烈的選戰開黨 中家新聞李侃軍盧秀娟 三峽產報導 將會說 感谢观看